大家好,又來到法律知多點的環節 今天輪到我黃律師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這個星期的一些法律新聞 今天講一些法律新聞之前 想特別講一宗新鮮滾熱辣的新聞 我的看法 就是大家知道剛剛的七日遊行 之後有一些示威者去了示威 坐在馬路 警察釋放一些胡椒訓墓 甚至乎用手扣鎖了一些示威者回警局 這一點其實我覺得在示威來說 無論什麼國家這些都不是什麼奇怪的新鮮事 我特別想講就是新聞報道 原來有一些記者都被警察拘捕 那個記者去到警署出示了記者證 或者多番強調他是記者採訪中 警察都是置諸不利 要好像跟其他示威者一樣 去到很遲的時候才是釋放 我所知記協也都已經是譴責了警察這樣的示威行動 但是令我最震驚的 竟然就是早前警隊一哥在一個記者會上就說 回應這個記者在採訪的時候被警察拘捕的事件 竟然就說法律之前就人人平等 這位警察一哥阿曾一哥就說 因為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所以如果警察有理由相信某一個人士 他在從事一些非法的活動 警察都有權拘捕他、扣查他 而不論他這個職業或身份是有何不同 因為我們相信人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 這樣這個說法表面聽就好像很對 但實際聽我覺得曾一哥就完全錯了 在偷換概念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現在在說 不是說一個記者或者甚至乎一個醫生 一個律師他犯了法之後 是不是有什麼特權 我們不是說記者是不是有一個特權犯法 我們現在在說 是如果一些示威行動 記者是履行他的職責做採訪的時候 警察是不是應該不要說協助 或者是幫這些記者去採訪 起碼他不應該是限制 甚至乎好像這個事件那樣 是連採訪中、正在做事的記者 都拘捕了一份 所以警察一哥、曾一哥他這樣說法 完全是錯完全是偷換概念 我不知道他是有心還是無疑 我覺得是非常離譜的 現在說的是警察在這裡 在鉗制著記者的採訪自由 如果警察明知道那位人是一個記者 他就不應該拘捕他 因為這個嚴重地限制了記者的採訪 其實這一點也反映可能 警察有一些就追不上現在世界的發展了 因為現在香港為例 或者其實全世界都是 所謂記者不是再局限於一、兩間大的電視台 或者兩、三、四間大的報館 現在基本上全民都可以是記者 網民都可以是記者 因為大家只要一上互聯網 其實都有很多所謂的 自己市民作為一個記者 去即時拍攝一些重要的事件 或者拍攝一些歷史性的時刻 他自己都作為記者採訪了一份 接著再將這些片段 就放上互聯網給所有世人知道 所以記者的所謂的身份 已經再不是局限於某大電視台的職員 或者人員才叫記者 不再局限於某大報館才叫記者 或者不再局限於記者協會的會員才叫記者 基本上我和你都可以是拿著一部手機 拿著一個攝錄機 都可以當網上的記者 而這樣的情形 警察也都要明白 即所有的人他去錄東西採訪著一個這樣的新聞 特別可能一些重要的新聞 只要他不是真的很明顯說 譬如是襲警或者是擾亂的秩序 他在做採訪 警察是不應該干預 更加不應該是扣查他的 所以我覺得反過來 與其說警察是譴責示威者 我其實應該是在這裡譴責警察 我們要留意 就是自從現在《新一哥》上場之後 我在之前節目都講過 發覺其實我們的示威自由 以至現在所說的採訪自由 都是不其然的收窄 我不知道今次《七一》 有記者被警察抓去猜管 是否第一波 但我希望趁這個機會 市民要留意 社會要留意 我們不容許 警察就是趁用一些各種各類的藉口 慢慢地收窄我們的採訪自由 因為這也是社會進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亦都更加是牽涉到市民的知情權 是一個人權之一 這個就是我剛剛因為聽到 警察一哥這樣的評論 有感而發就先講到這件事 第二件我想跟大家講的新聞 就是大家都知道 也都剛剛某大電視台的高層 現在正在進行一個聆訊 就是關於懷疑有聯署貪污的指控 現在還在審審 報紙、電視台、鋪天怪利 天天都在播這件的新聞 這個案子進行中 我們都沒有什麼特別想講 特別想講的就是 反而是因為之前新聞有賣過 話說有些記者 在報導這件新聞的時候 就牽涉有一些人士 懷疑是電視台本身的所謂法律顧問 就在庭上抄筆記 然後引來牽涉案中被捕的律師 就向法院反對 就認為不用 不應該有這些牽涉案中證人的 法律顧問在庭中抄筆記 有今而發我想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一般我們上法院 究竟有什麼事項要注意呢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一般香港的法院審訊 都是公開的 是向公眾開放的 甚少一些所謂閉門聆訊 除非一些案件 例如牽涉離婚的案件 牽涉可能有弟弟的權益 這些案件因為牽涉的人士 例如小朋友的利益是需要受到保護 所以一般來說 就會特別是所謂閉門聆訊 如果不是 一般現在香港很多的案件 都是所謂公開的 即使說就算你和這個案件是無關 純粹是八卦想去坐上去聽一下 學一下東西 都是無任歡迎的 但當然了 你入得法庭聽審 就一定有些規矩要遵守 第一件事 記得要關手機 關手機 關手機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每次在開庭 法庭的書記都會提醒在場所有人士 由公眾牽涉的被告 證人甚至律師都要關手機 為甚麼就很明顯 因為如果案件 沈沈下期間突然間 電話在鑽鑽響 就影響整個案件的流程 以前甚至在法院聽過 因為在公眾欄有些人士 忘記關手機 而被法官當場充公的電話 要去下午4點後才回去法庭拿回 所以如果大家旁聽也好 記得就關電話了 如果不是真的法官 無端端收了你的手機 要你收了工才去拿 就冤枉了 但也有些人會問 如果是這樣 我可不可以把手機 轉了做所謂的寧靜 沒有聲音的模式 那就可以不響 那就可以調震機 那行不行呢 其實也不行 為甚麼呢 因為法庭在審理案件期間 都會開錄音機錄音 因為很多時候案件 證人說的話 或者是律師說的話 有時用筆抄都未必是完全準確 所以有時法庭為準確起見 通常十堆其九都會開庭 就會錄音 變成日後案件 譬如要上訴 需要的話 就可以拿回錄音行判 但我所知 這些錄音的器材 或者錄音的方法 如果是有電話的 就算是鎮機的干擾 都會有影響 譬如電話無端端是 搞鎮機也好 收到訊息 或者打得出去 這些信息是會干擾錄音系統的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是開庭的話 書記通常會要求所有人士 不單止要教鎮機 直接是要整個電話關掉它 鎮機也不可以的 所以大家如果日後入法院 記得了 記得電話是要完全關掉它 不單止要教鎮機就可以的 好了 除了電話這件事 很多時候市民要入法院留意外 在法庭開審期間 當然最重要是不要大聲說話 當然你說 例如很多時候我們律師 在案件開審期間 和當事人 可能就案情要談 簡單一兩句 細細聲一兩句起 通常法院法官都會容許 但在公眾席的人士 所以就不應該聽說話 更加不應該大聲去聊天 因為這樣是會影響 整個案件的流程 好了 另外一點就是 特別是刑事案件 也都大家要留意 因為在刑事案件 我們有一個規矩 就是很多時候案件 不論是控方也好 辯方也好 可能都會有一兩個 或者兩三四個證人 大家都知道 證人一定是輪流出庭 例如A證人出庭 給完口供 接著先到B證人 上證人台給口供 接著可能再到第三個 C證人給口供 在刑事案件 大家一定要留意 在A證人給口供期間 B或C證人是需要給席的 他們不可以坐在法院的公眾席 等到他才叫名 這個是刑事一個安排 跟民事不同 民事現在很多時候 A證人給口供 證人B和證人C 坐在公眾席 問題都不大 但是如果在刑事案件 A證人給口供的時候 證人B證人C 就不應該在法庭 而是需要被證 我相信這個規矩的原因 就是避免所謂隔口供 因為可能A證人 在證人台說的話 可能會牽涉B證人 也或者可能B證人 遲些說的口供 也都會牽涉A證人說的話 為了避免就是 A證人和B證人隔口供 令B證人預先知道 A證人會怎樣說 所以通常就會要求 未被口供的證人 就要被證 免得他可以聽到 之前他的證人怎樣說 引申了這個道理 就會解釋了 為何在剛才我講的新聞當中 有關案件的被告律師 就向法院反對 那個所謂證人的 法律顧問抄筆記那件事 因為可以想像 就算接下來要給證供的證人 他不是親身盜聽 但如果他為證人 代他聽 甚至乎代他抄筆記 跟著回去 再讓他知道 在法庭說之前的證人 說那些甚麼 那就會影響了 案件的公正性 所以來說 一般來說 就不會容許 一般美德法院批准的人士 隨便在公眾席抄筆記 通常是容許在法庭抄筆記的 通常就是律師 以及就是記者 因為有時在法院 會有一個所謂記者席 就是被一些記者 入去坐在記者席 即時聽到有甚麼案件審訊 即時可以抄下 去做法庭的新聞 律師當然也可以抄 而一般旁聽的公眾人士 坐在公眾席 就不容許抄筆記 不可以抄寫任何東西 如果你在抄寫東西 法庭的停警 是會出來干預的 除非這個抄筆記的動作 是預先得到法院的批准 向法庭申請了 是批准了才行 所以如果大家想著 日後去旁聽一些案件 就要記得了 除了剛才說懂手機之外 也不要拿著筆 拿著筆記簿 拿著筆記簿 拿著抄寫東西學一下 未得批准 就不可以隨便在法院抄寫東西 這個大家也要小心 這個就是一些基本上 大家如果入法院 要留意的程序和動作 記得千萬不要撞板 這些東西更重要 這些東西更重要 你的衣著 很多人問去法院 是不是要穿得很帥 穿得西裝骨骨 打完胎 其實你打不打胎 入法庭呢 除了律師當然要 一般證人 旁聽就沒有說 一定有一個衣著規矩 要穿什麼衣 當然你不要穿到打大赤蠟 這樣就算了 反而衣著就沒有說 什麼特別的規限 如果是一般的公眾人士 反而就是關掉手機 不可以抄襲東西 不可以聊天 這些就大家一定要留意 好了 講完這個大家法庭要留意的事情 我又想講另外一宗案件 這一宗案件未審理 但是報紙已經率先 就在稀露中 也都案件可能會很快 日子會開審 就是關於有一個外容司法覆核的案件 那外容司法覆核是什麼呢 話說就是有為數三個菲律賓的用工 就打算提醒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就是說 因為原來在這個入境條例 就不容許一些家庭用工 在居港或者留港工作超過七年 申請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 但是這個限制 就只是適用於菲律賓用工 或者是家庭用工 原來一些外籍的人士 他在香港住滿七年 都可以申請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 偏偏是家庭用工就不行 一些外容就不行 變成了好像一個這樣的歧視 所以來講 案中就有三個的外容 就透過律師就申請所謂司法覆核 就指出入境條例 就似乎有違反基本法的形式 的情形出現 那基本法怎麼寫呢 那我們就要看回基本法第24條 基本法第24條究竟是說什麼呢 其實基本法第24條就是關於香港永久居民的條件 就何謂香港永久居民 其實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外籍人士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基本法第24條有三個元素 分別成就是第一 他要合法入境 即是有效的簽證 第二來說 就要居港居住就超過七年或者以上 第三來說 也都是要視香港成為一個永久的居住地 三者都需要符合的話 才是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那這個就是基本法第24條所寫 那現在問題出現就在於這個入境條例 就針對外融 就是說這些條例就不適用 就是說剛才所說的 外融就算你拿了工作簽證來香港 居住工作超過七年 都不能成為香港居民 但是其他外籍的員工 或者外籍的一些人士就不受此限 舉個例 報紙上原來有一些足球的足球員 在外籍的足球員 在香港所謂下班踢球超過七年之後 就可以成為香港的居民 甚至乎有些還說可以代表香港出賽 其實這樣看來真的幾離譜 真的有些歧視 我覺得 為何一個外國人 在香港踢球踢七年就可以成為香港居民 兼代表香港去出賽 在香港工作七年的外融 就不可以成為香港居民呢 我又看不到那個邏輯在哪裏 莫非在香港踢球的社會貢獻的價值 是大過一個在家裡做家務的外融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一個外融在家裡煮飯洗衣 這個家庭對社會的經濟貢獻 坦白說更大過一個足球員 因為你想想 如果沒有一個外融在香港 即是在家裡照顧小孩煮飯洗衣 那個家裡的父母就沒有這樣的機會 沒有這樣的空間 容許他去外面做事賺錢 那無形中 這個家庭用工 這個外融就是間接帶動了經濟的發展 帶動了容許一些在職的夫婦 可以安心出賣工作 所以其實這些外融的經濟貢獻 是不可以忽視 或者不可以說是低估的 所以其實他們這樣 你可以叫做默默耕運 有些其實報紙都問 但是其實他在香港住了這麼久 已經當香港是一個家 你要叫他結束合約 回去他的祖家 菲律賓也好 印西也好 反而他是不適應的 有些甚至結束後 都想在香港落地三斤 但是這樣的條例 正正一個入境的條例 就局限了他們的發展 其實在外國我所知 根據新聞所賣的 其實他的入境條例 是相對寬鬆的 譬如在加拿大 這些外融是做滿兩年 就可以成為一個永久居民 在外國這樣的情形 反而比香港還寬鬆 我就不知為何香港 有一條這麼奇怪的入境條例 就是兼現在被人質疑 違反基本法之餘 亦都剝奪了很多外融 希望在香港發展的權利 當然可以估計 因為新聞也有賣 政府可能擔心 如果是這樣 會為香港帶來社會的負擔 亦都有報導 如果這個案件日後 是勝訴的話 可能有數以十萬計的外融 都會受影響 擔心他們全部湧入香港 但是我又這樣看 第一 是不是真的會有數以十萬計的外融 假設真的因為這個案件而贏了 而會選擇香港落地三吉 而不回老街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猜毒 首先來說 比如大家都記得 之前在99年居港權 第一次人大釋法的時候 政府也都少少危言聳聽說 如果是這個居港權不釋法 會有過百萬的大陸人來香港 會造成很多的社會政策 社會福利的負擔 但是事實 反過來我們是希望多些大陸人來 所以其實 這個是不是真的一個 站得住腳的考慮呢 我們還不知道 第二來說 其實如果你說構成社會的一個壓力 坦白說 現在更加大壓力 你見很多是一些內地的員工 來香港產子 或者說內地很多的人來香港買樓房 令到香港真是地道香港人沒有扭住 這些其實要擔心 政府是不是應該先擔心這些呢 我始終覺得就是 社會政策 當然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去考慮 但是來說 我們香港也都要正視一些弱勢社群 包括一些外獄 他們來鄉別井來到香港 如果有個別的外籍人士 他們有些法律權利是被剝削 其實香港應該有一個健全的法律制度去捍衛他們 去保護他們的 這個才是香港的特色 這個案件接下來 我所知就很快會開審 大家儘管就拭目以待 看看案件的結果會是怎樣 今天說的話就這麼多 在下一集再跟大家 再加法律制度多些 拜拜